陆尘低喝一声 不管旁人如何看待 掐指一掘点出指光一缕 直接洞穿了幼雕的心脉 这种方法虽然残忍了一点 但重在受心取血之法 不会伤及三头棚的根本 用止尽将心脉血取出一滴之后 那昏泥的幼雕发出一声极为凄惨的叫声 听得一些女眷都颇为不忍地把头扭了过去 虽然在神界中 人人都经历过你死我活的打斗 甚至还看到更加血腥的场面 但面对一只待宰的幼雕 某些人还是觉得有些残忍 如晨轻轻一探 心中对那幼雕说道 小家伙 委屈你了 希望此法可以成功 还你一个上古神兽的强大肉身 感叹着 陆尘将手心中浮起的一滴心脉血 拖在半空中 左手掐绝念动咒法 千丝万缕的神力 从他的体内涌现出来 形成了一条条细弱油丝的绿色泉涌 生命真源 寄血炼破 必须给一魂一魄带来修者本身的生命真源才行 如果成功了 好处在于可以让化身上古神兽的三头棚对技法者产生一丝好感 从而不会马上攻击技法者 为最后一步的训划打下基础 默念了一阵子咒法 陆尘突然抬起左手 并十中二指点在心脉血上 双手一分 将心脉血一分为二 变成两滴心脉血 渐渐的 陆尘的身子随着神力的涌动飘浮起来 身上的长山无风自动烈烈作响 殿内众人鸦雀无声 一个个都在祈祷着陆尘不要成功 只有龙亭和以龙行云为首的二房的弟子 为陆尘捏了把汗 电破 三柱想过后 两滴心脉血猪的浓红色变得极为妖艳 萌发着淡淡的红韵 整个大殿突然被两滴心脉血 映出了些许红霞 就在这时 陆尘眼睛猛的睁开 双手齐齐向上一拖 挤出两缕神念之力 分别打在两滴心脉血猪上 无形无知的神念之力 将写出包裹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飞快的浓缩着 我不多时 两团灵魂状的血团 收紧在了一起 陆尘的神念 直取幼雕的灵魂 发现八团白光 在其内体游走 正是幼雕的两魂六魄 还差一魂一魄 陆尘已经祭炼成功了 嗯 运转公爵达到极致 就在一魂一魄炼制成功的时候 陆尘忽然发现 自己的胸前一阵阵起伏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撑着自己的衣物 想要冲出来似的 这个发现 让殿内的众人看得也是一愣 神霄殿图 一便只有陆尘一个人知道 就是这几年里 陆尘总是在念动神力 或者施展一些强大的法觉的时候 胸前的神霄殿图烙印产生了反应 好像在吸收殿内的天地精华似的 不是好像 陆尘心中一领 咱且忘记了幼雕的一魂一魄 已经炼制出来 他突然仰起了头 只觉得胸前的烙印 正在疯狂的吸收着 殿内的天地精华 就连龙亭等人也发现了异状 眼看着那浓厚的天地精华 全树聚集在了陆尘的身上 致使一魂一魄 无限膨胀 众人没有觉得 是陆尘自身在作怪 还倒是古法秘术的缘故呢 哎呀 古神的秘术 果然不同凡响啊 小小一个训兽术法 竟然能够牵引天机 掳获天地精元啊 龙亭不禁发出了一声赞叹 听到龙亭的话 陆尘心里松了口气 暗自庆幸道 哎呀 幸好这老小子没有发现了 要不然老子可就解释不清了 适时地收回了自己的心思 陆尘全力运转煞绝 神人静的神煞灭世静 疯狂运转 半炷香的时间不到 天地精元便被吸收了个一干二净 让陆尘诧异的是 天地精元 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大的惊喜 或者有极大的提高 反而好像是被烙印吃掉一样 消失的无影无踪 陆尘想了半天 也没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于是暂时抛却不管 全神贯注地看向幼雕的一魂一魄 根据典籍所述 下一步便是让一魂一魄 与幼雕的两魂八魄互相融合 形成他的灵魂 这样基本上就算大功告成了 然后再用典籍上特殊的驯服之法 幼雕便可以成为自己的坐骑 修为直线上升 默默地回忆着点击上记载的一切 陆尘忽然一愣 伸出的手停了下来 不对呀 要是这样就能成功的话 那后面的那一段没有误出的天机算什么呀 古法秘书的点击绝不可能多出一些没用的东西 这里面一定有玄机 一时间 陆尘又有些迟出不定了 他看了看那只露出悲伤神情的幼雕 有些于心不忍 左思右想 陆尘迟迟没有出手 看得龙行风 龙行空 龙野 龙海等人 不免有些焦躁 龙行风 看了龙野一眼 龙野会议 突然大声说道 快点 别磨磨蹭蹭的 你是不是在装强做事 所谓的古法秘书根本就是谎言啊 陆尘拖着两团已经变成魂魄状的白光 一脸杀鸡的瞪了龙野一眼 不知道为什么 龙野下意识的打了个哆嗦 刚要不分的开口说话 陆尘却是说道 大公子苦苦相逼 莫非想让干扰在下 不想让我成功吗 我 龙野张了张嘴 突然间感觉到一道冰冷的目光落在自己的身上 他回头一看 龙亭正一脸怒容的瞪着自己 赶紧把嘴闭上了 要说希望陆尘能够成功的人 在场莫过于这位龙相府的第一高人 这关系到整个龙相府的兴旺 他也希望陆尘可以证明受心炼破术法的强大 陆尘 你无需慌乱 继续 龙亭出声提醒着 一道神念之力诡异的掠出 将陆尘全身包裹住 得到龙亭的神念相助 陆尘心境一宽 有如海洋般宏达浩瀚 那一缕杀念当然无存 无愧是尚未天神 果然厉害 陆尘暗暗赞了一声 重新恢复过来 望着幼雕 陆尘咬了咬牙 将一魂一魄 寄了出去 魂归来兮 灵指初开 给我拧 咒觉念出 却是浩浩荡荡 三魂七魄 于幼雕的头顶盘旋片刻 漠然一收 全数没入了幼雕的体内 幼雕平静了半声 忽然全身颤抖了起来 三只脑袋的顶部 红卵大放 耀目无比 陆尘心中一震 内心狂喜了起来 果然有用啊 赤顶红卵 是上古神兽 赤顶彭皇的标志 一般的三头彭 在经过幼年之后 就无法传承 上古神兽的血脉红顶案的 可是这只幼雕 反而比出生时还要耀眼 分明是古法秘术起了作用 龙庭 龙行云 以及二房弟子皆是大喜过望 反而大房和三房的弟子 就有些失望了 幼雕在大殿中 静鸾般的抽搐着 时而飞到穹顶 尖声鸣叫 时而落地 用双爪 跑啃 青砖地面 发出滋滋的响声 正是进入狂暴状态的征兆 陆尘看去 惊喜连连 马上祭出兽心炼破术法的最后一诀 驯服 三道指光形成三角形的光网照在幼雕上 陆尘收回神力就等着幼雕认主 然而幼雕折腾了一会儿 眼看着马上就要成福的时候 忽然一变突生 这只幼雕竟然极为痛苦的在地上打起滚来 不出三袭的时间 砰的一声 自暴而亡 失败了 失败了 店内众人 包括陆尘难以置信的看着满地的血腥和碎肉 种种失落的神情在龙亭龙行云 以及二房弟子的脸上呈现了出来 相反 陆尘的失败 让龙行风龙野龙行空龙海等大房三房的弟子心中暗自窃喜 失败了 龙也憋不住放声狂笑了起来 陆尘失败 让他小人得志了 站了出来 双手一抱 对龙亭说道 爷爷 你亲眼看见了 所谓的古法秘书 不过是陆尘编造出来了 根本没有歧视 龙海眼珠一转 马上站出 说 爷爷 大哥说的没错 陆尘和连仲一定是私出南城 不料遇到了三头棚 触怒了那群畜生 后来听说南城死伤无数 就随便编造出了个理由 我觉得应该将陆尘和连仲压下择日送上城主府请罪 低着头 龙海奸诈的目光闪过 恰好看在龙爷的眼里 龙爷忙改口说道 没错 二叔 恐怕对此事并不知道 请爷爷彻查此事 龙亭用极其高明的神通手段 一手创立了龙相府 在龙相城打响了名号 其人对家族中的团结和凝聚力最为看重 明眼人都知道 陆尘没有权力 也不敢把责任推到龙渊身上 受心练破法的事一定是龙渊搞出来的 但是引起南城震动 死伤数十 这个罪名绝不会由龙家二公子来担当 虽然龙亭心里知道 眼下三房争权 但是也不希望看到内部私斗的现象发生 龙海至迹过人 当然不会直接指责龙渊了 而是反过来帮忙龙渊脱罪 并把责任全数推到了陆尘的身上 这样一来黑锅有了 龙渊不会受到任何责罚 又能给城主府一个交代 并且不让龙亭看出自己维护家族的用心 最关键的是 此事过后 二房一定无法振兴 重得龙亭的信任 可谓一举四得 龙海向来不声不响 但事实上 他的质戒不比龙渊差上多少 龙也发现以后 改口也亡羊补牢 有时未晚 两人一唱一鹤解决了所有事 与此同时 就把陆尘推到风口浪尖上了 呼的一下 龙亭十分疲惫地靠在椅背上 目光始终没有离开陆尘的脸 几练失败 最失望的便是这位马上就要进入神王境界的辅主了 他盯着陆尘 眉宇间几次闪过利色 一直不敢开口 他在想 是否要把陆尘交出去 反观陆尘 同样没有反驳 仿佛大殿中龙也和龙海的指责并不是踏实的 他只是看着满地的血污 蒸蒸地出神 错了 错了 古法秘书并没有错 肯定可以驯化三头鹏 变成上古神兽赤顶鹏黄 在殿中的所有人 没有人比陆尘更加清楚刚才发生了什么 最后一记只觉点出的驯服三头鹏的时候 陆尘已经察觉到了三头鹏灵性被激发出来的征兆 三头鹏右鹏又一瞬间雀跃的欢叫了起来 可是马上又转变成了凄惨的叫声 哪里错了 一定是哪里错了 陆尘几乎风魔般的猜想着 从开始的第一步一点一滴的钻研着错漏之处 心脉血 魂魄已经成功了 就连驯化也成功了 为什么会失败 陆尘依系看到了幼雕在临死之前那一抹绝望无助的眼神 好像并没有怪质陆尘 反而在感激 这是灵智开化的表现 说明了他传承了上古神兽的血脉 已经成功了呀 为什么会失败 陆尘看着自己的双手摸了摸心房的位置忽然一睁 不对 三头鹏并无法领悟大盗治理 无法传承强大的赤顶鹏黄的绝技 也就等于承受不了上古血脉中的所有大盗 我明白了 想到这里 陆尘终于明白了 古法秘术并非没有成功 而是幼雕根本无法承受上古神兽血脉中的传承技法 由此一来 当血脉和灵魂进阶完整之后 三头鹏的神念就没办法获得庞大的大盗治理 被撑到暴体而亡 陆尘闭起眼睛 回忆着典籍中记载的一切 翻来覆去想了半天 也不觉得前半部分的诀窍有什么问题 可是当他回忆后面那部分 没有领悟出来的诀窍的时候 他突然有了一丝明悟 正当这时 一阵贺骂轰轰传来 打断了陆尘的思维 我跟你说话 你听见没有 陆尘抬起头 疑惑的看着冲着自己咆哮之人 龙野 马上转向龙亭 抱拳道 辅助大人 请给属下一点时间 属下一定能够参透古法的玄机 一点时间 龙野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 狂笑道 陆尘啊 你不要再狡辩了 什么古法秘书 都是马屁 你只是想拖延时间而已 辅助 陆尘 龙亭终于出生了 尽管有许多无奈 但身为辅助 说出去的话 就是泼出去的水 即使陆尘真的有能力领悟出 驾驭上古神兽 赤顶彭皇的无上玄机 他也不会用自己的面子来换 陆尘 恩父说过 你若成功便无事 若是失败 你应该知道做什么 陆尘眉头一皱 心中大为激愤 他并非为了自己 更加不是为了龙相府或者龙渊 而是为了能够尽早的修复先根 可是龙亭的话 俨然宣判了他的死刑 夫主 请给我一次机会 陆尘不甘心道 机会只有一次 你把握不住 是你的原因 龙海音瑟瑟的笑着 目光在龙行云身上一扫 龙行云一直没有作声 说到底 他也不知道 这古法究竟是否有效了 感受着殿内一道道耻笑 嘲讽戏谑的目光 汇聚而来 陆尘紧紧的握住了拳头 愤恨的看着每一个人 龙大人 最后 陆尘的目光 落在了龙行云 以及二房众人的身上 虽然没有说下去 但那种悲愤 交加的态度 却是再明显不过了 龙行云张了张嘴 欲言又止 他想保住龙渊 就必须把陆尘 推到前面去 于是 并没有出声 龙亭打量着陆尘 终是叹了口气 说 叶儿 命人将陆尘带下去 三日后 送到成都府 说吧 龙亭慢慢站起 沿着偏门 离开了正殿 龙也心中欢喜 赶忙叫上了龙行云的 两名上位神人贴身侍卫 一左一右 将陆尘压了下去 叶 寂静的 没有半丝丰盛 冷酷的寒风 将冬雪带来 飘扬在前向城的空中